第六十三集 古井的神异 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注入一个巨大的湖泊之中 很难想象这么巨大的湖泊是怎么存在于这不知道多深的地底的 湖泊上面的穹顶有着星星点点的光芒 为地下湖泊提供着微不足道的光芒 一条两米多长的怪鱼从河水之中进入到湖泊之内 怪鱼表面没有鳞片,就像是扇鱼一样光滑 巨大的头部,立齿密布,看起来就不好惹 但此时怪鱼的背部却有着一个拳头大小的伤口 在散发着丝丝血迹,顺着河水扩散开来 鳄鱼像是经过了一场恶战 来到这个新的环境显得很是警惕 一道巨大的白银从水域之中划过 怪鱼猛地回头,却没有任何发现 怪鱼有些不安,游动着尾巴,找了一处藏身之地 就在怪鱼准备钻入一处巨大的裂缝时 裂缝之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旁人大雾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一口咬住了怪鱼 怪鱼两米多长的身子,被这白色的巨兽咬住了一半 下半身则是在拼命地扭动着 击射出了阵阵水花 但这却是徒劳无功 白色巨兽虽然没有锋利的牙齿,不能咀嚼 但是一排排细小锋利长满了倒钩的牙齿,却深深地嵌入到怪鱼的体内 不断施加着咬合力,鲜血从怪鱼头部散发出来,染红了一小块水域 怪鱼下半截的身子也慢慢地越来越无力,最终慢慢地垂落下来 周围水域又出现了两三条白色的巨兽,长三米左右 但是比起正在进食的这条来说还是小了许多 几条白色的巨兽,外形有点类似于蜥蜴 只是相比这下更肥壮扁平 就像是地球之中的大腻一般 只不过体型庞大了好多倍 体表光滑无灵,但却有着各种斑纹布满了粘液 身体腹部颜色浅淡,四肢强壮有力 几条白色巨兽,像是有些畏惧正在进食的那一条 徘徊了一会儿之后,终究还是不甘地离开了 没一会儿功夫,白色巨兽就进食完成 一条两米多长的怪鱼就被吃进了肚子 而后白色巨兽缓缓缓地缩回到裂缝之中 一根白色晶莹的丝线,此时从天而降 完全无视了厚厚的大地 直接出现在地下湖泊之中 砰 一只拇指大小的蜘蛛掉进了水里 发出了一声轻响 在水面建设出了一圈细小的涟漪 向着四周扩散 白米范围之内,三条白色巨兽立马反应过来 快速朝着涟漪传来的方向,快速游了过去 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白色巨兽 虽然视力严重地退化 但是感知力却是惊人无比 足以弥补视力的不足 三条白色巨兽速度很快 只是几十秒就到了蜘蛛落水的地方 几只白色巨兽快速感知了一番 发现却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家伙 当下就没有了兴趣 懒洋洋地游走了 在这一片地下湖泊之中 也不知道是怎么聚集了这么多白色巨兽的 这个湖泊简直就成了这些白色巨兽的老巢 任何外来生物在它们的眼中 都是被吞噬的下场 三只巨兽走了之后 被勾在鱼沟上的蜘蛛已经死去了 这里正好远离着水口不远 被水流带动着朝着湖泊深处流去 一条半米来长 身体扁平 如同一把弯刀一样的鱼 慢慢地从石堆之中钻了出来 小心地打量着四周 在这个湖泊生存下来 谨慎是第一要素 不够谨慎的 都已经成为了白色巨兽的腹中餐了 确认再三 弯刀鱼确认没有危险 才慢慢地探出身子 朝着蜘蛛而去 看着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 尽可能把自己对水流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免得引起白色巨兽的注意 在黑暗的地下河流中 食物永远是最紧缺的 是以弯刀鱼不想放弃眼前的美食 一口咬了上去 把蜘蛛吞进了肚子 弯刀鱼就想后退 但却悲哀地发现自己不能动它 顺着水底的暗流 弯刀鱼慢慢地飘荡到了一条巨大的石缝面前 磕磕碰碰了几下 就飘进石缝中 一条巨大的白色巨兽 在石缝的深处休眠 刚吃了一条两米多的鱼啊 又可以三四个月不吃任何东西了 以白色巨兽的脑容量 只能够表现出些许满足的意图 一条弯刀鱼慢慢地接近这条 正在休眠中的白色巨兽 碰撞到了巨兽的嘴巴 一次 两次 虽然都不重 但也足以惊醒这种感知敏锐的巨兽了 当下巨兽发达的感官 感知到了眼前这条作死的弯刀鱼 随后一口咬了下去 虽然刚吃了一条大鱼 但是送上门来的小鱼也不能浪费 随后白色巨兽发现自己不能动它了 如果能够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巨兽眼中的恐惧 在这种充满危机缺少食物的地下湖泊中 恶极乐的同类相残 那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算是以白色巨兽那可怜的智商 也明白自己不能动它了 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鱼儿上钩了 北风淡然一笑 每次这个时候 北风的心态就会无限拔高 仿若高高在上 俯瞰人间的神灵 主宰着他们的生死 随着北风快速的收线 岩缝之中的白色巨兽 也慢慢的被朝外拉着 等到其所有的体型显现出来之后 赫然有七八米长 重量估计不下于两吨 北风有所感知 手中使出的力量可不小 按照十比一的换算 北风觉得自己 应该掉到了一个大家伙 在北风的努力之下 那巨大的白色巨兽 被慢慢的拉出了地底的湖泊 再快要接触到穹顶的时候 瞬间消失不见 而在古井之中 一个占据了 整个井内空间的头颅浮现出来 这货真他妈的丑啊 北风一愣 差点没把鱼竿给下掉了 扁平的脑袋 眼睛只有小指头大小 皮肤上充满了褶皱 就像是老人脸上皱起的皮肤一样 皮肤虽然皱在一起 但却是雪白 这就算了 但上面冬缺一块 西缺一块的 像是皮脱落的样子 这是什么情况啊 难不成他妈生他的时候 没有颜料了 这才导致不均匀 北风加大了力量 缓缓把巨兽 拖出了古井 在巨兽尾巴出紧了一刹那 巨兽的体型猛地增加了一半 露出了原本的大小 足足一米多宽 长七八米 这古井 居然还能自动控制物品的大小 北风看得一愣 直到现在 地上这条巨兽啊 才是原来的大小 刚才在井中的时候 肯定是被系统神奇的力量缩小了 或者说 古井的空间 在那一瞬间变大了 只有这样才能让这条巨兽啊 通过古井呢 不大的空间 那就是这条巨兽 这里是一条巨兽 你会在这条巨兽 所以我们的小石 也是一条巨兽